字幕、 jeunes razor 가족睏 大家好 你好 一会回来了 我见见朋友已经吃饱饭 坐定下 你见见朋友吃饱饭 永远 relationships 对,见到Gary Lyle Sarah C.U. Wong,陳思安,N.E,Simon,賴阮喬,Winnie,Pione 即是你證實他們真的吃了飯 還有坐在那裡 好像當天我們中秋晚會那麼熱鬧 人們排隊坐在那裡 當然等著你唱歌 吃滾果 我本來今天穿了一件厄婆衣服 不是綠色的嗎? 我不想知道你裏面那一件 不是這件,是這件 是婆衣服 你覺得有四個大袋 現在這件是装金條的 但我真的覺得很害怕 我不敢穿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找件衣服遮住 即是你現在這件藍色衣服 還有一件婆衣服 要你下一節脫下 廣告回來便脫下 我本身是婆化 我那天想買一些很懷舊的衣服 你跟她說是婆衣服 其實她說我們大食會那天 旁邊那條街走出來 就是買婆衣服 買婆衣服 就是買婆衣服 那裡旁邊就是天罡區 天罡區以前是四點五點 那些小販都放在那些衣服 是十幾十年前 你不要得罪阿婆 我不是罪這三個 我不是罪這三個 阿婆衣服有個風格 全是花的衣服 很多花 但你有沒有暗袋 這衣服很薄的 我這件的衣服 不是啊 阿婆因為我走路走爛的時候 袋金條 袋金條 在暗格的袋金條 即是走爛的 沒錯 好了,亦都歡迎Mandy 首先要曬一下冷卻,我很開心 在這個星期得到這本 有空漢創漢送給我的 《怪爾達》的創刊號 她真的不知道花費多少去買這本 真是創刊號 不是錢的問題,是心機的問題 人家多有心機幫我 不只是心機問題,真的是錢的問題 誰去找,大家都要付錢 高Sir,創刊號 上環那些地攤又沒有去找 究竟一本就可能找到 創刊號,是不是比較難 真的很開心 所以這個是我的寶貝 我會收起來,會收得不密 我鋪了這本書上去之後 就很多當年期盟群組的網友回應 全部當然要回到11年紀 即是多少呢 他們一起去懷舊,說回這本書 這本《怪爾達》 真是我以前的精神食糧之一 你有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為什麼? 沒有錢買 小時候哪有錢買 我這麼同都買得起 我們小時候看老夫子 看兒童樂園 看同學的時候 他們帶回去 不斷裝人 要求別人跟別人做功課 他只肯借我看 但那時候是賣兩元的 兩元是甚麼年代 80年代 80年代 現在看不到 80年代有錢 你不敢刷那本書 我不捨得刷出來 你有沒有懷疑過他只有封面 彩色影印 其實裡面的報紙 我曾經刷出來 裡面是有東西的 我真的想看看裡面是甚麼 有沒有寫甚麼年份 年份 首先大家看一看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這些 這公仔有景點 這公仔有景點 很黃的 黃色的 很明顯是舊書 很舊的 漢文當年很受歡迎這本書 其實我看到很多朋友 都說有看過漢文這本怪異集 另外有小威的《迷離境界》 你不知道了 我知道 我知道這些 聽過看過 中年我比較喜歡《壽星仔》 《壽星仔》 好笑 80年代就應該是的 那時候我記得《迷離境界》 我曾經有一期買漏了 然後我就會打電話去出版社 然後他跟你說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沒有出過這本書 我們撿了一顆無錄 是不是那些 又不是 他說如果你想要 自己上來買 然後你就去到那個地方 原來是一間空置了的公共廠大廈 肯定是那些故事 那本書叫《迷離境界》 也是鬼故書 很好看的 是挺好看的 誰寫的 小威 我真的上去出版社去買 那時候真的有些情懷 現在會不會為了買 沒有了 買不到一期周刊 去買出版社 給我買回 現在人們都會 為了看不到一集 東頭而打電話給你 也有 或者出遲了一點 就會收到電話 Simon說過 《怪異集》有一期 是說吃蠶寵的故事 是 他到現在都記得是很恐怖 即是去時的公仔 不過現在其實很多日本漫畫都是這樣 都是畫一些很恐怖的 即是很重口味 日本漫畫更誇張 Simon說這是他童年陰影 吃蠶寵的故事 怎會叫做童年陰影 不是 他的公仔是這樣 把蠶寵放進口裡 因為我們現在去泰國 吃炸蟹 吃四腳蛇 不過他們炸了 小朋友 看這些東西 是不是害怕 高Sir 你自己有沒有看 什麼漫畫 有童年陰影 沒有 因為我看這些壞畫 都比較正路 例如 那時候我們在街邊 後巷 剪頭髮 我們在後巷 坐椅子 在那裡排隊 那個剪法師傅 就會給那些很髒很髒 很殘舊的那些賣畫書 給我們坐在那裡等 看 法王的那些 看 我們不會出聲 看得到自己 然後剪法 剪法那時候很便宜 多少錢 我相信都是幾毛錢 那你看什麼漫畫 那時候 都是老夫子 兒童樂園 是看那些 沒有 沒有 還沒有看自力世界 那些沒有 自力世界 那些玩人類 那些 那些推理遊戲 因為我們那時候 比較窮 窮一些 家裡就一定沒有買這些 有錢 就去吃 八兄弟姊妹 老爸當差 四百多元的工資 要養八兄弟 那些人也有五十 還有 老爸老媽 只要加上十個人 八兄弟也十個人 還要寄錢回大陸 所以買本漫畫書 都買不起 沒有了 那你不想看嗎 沒有 其實是八零年代 當警察 我有錢看 不過我不看 挺囂張 真的很囂張 大家也可以 今晚一起來 一起來 懷舊一番 我們由這個漫畫 開始講起 其實有時候 那些朋友 可以你自己聽到什麼 可以回應一下 我們可能 之後就會轉來 第二個話題 不要緊的 我待會 到最後 我會再讀大家的回應 大家有談又說才會玩 如果你們現在想說什麼 如果我是記得的 和我認識的 可以馬上說都可以 不用 一定要有稿 即是不用限制 你這些主題 不用的 隨時問你這些都可以 如果我是知道 當然可以說 如果 如果 不認識的 那怎麼說 難道是錯 我不想被人扔雞蛋 Kent Yan 問 高Sir 是不是看蛇貓狗 這個龍虎炮 即是 這個不是他的年代 是我的年代 不是的 是龍虎炮的時候有的 你那時有 但對你來說 已經不是什麼好看的東西 因為我們 我們那時有真人表演 不用看書 龍虎炮的時代 就是有這個真人表演 我們那時 中學生年代 一般有傳閱 上課的時候 傳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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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阿賴達華 也說華哥 看龍虎門 龍虎門 龍虎門還是龍虎什麼 龍虎炮 我覺得是男生 都看過龍虎門 其實不是的 我不喜歡看的 隨便看過 我一本一定 我不喜歡看 你可知不知道 為什麼那麼多人看龍虎門 因為黃小虎 他們很正義 還有肌肉 畫得很厲害 即是fantasy 沒錯 以為自己可以這樣 我們那時候,很多人都是暴打不平 想學習主角,將人代入主角 去行合仗義 但他不知道行合仗義是有錢的 是吧 有一本叫姑爺仔嗎 竟然是Mandy,Mandy說,是女生 他們的家 是否一個好的境界,看到這本姑爺仔就知道 有這種人,我不要跟著他 姑爺仔,你真的沒看過 我也不知道,好像有這本 我只看寿星仔 寿星仔 很好笑的 真的很好笑 我都見到有人說是看寿星仔 其實我真的沒看過寿星仔 是說什麼的 寿星仔,還有一本看什麼 我看在後面不記得 寿星仔,很好笑的 不喜歡說什麼的,很好笑的 為什麼以前我們這麼容易覺得好笑 以及覺得精彩很容易 現在可能看回我會覺得很悶 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一睡醒覺,看一個電視 看了,又來講政治 又說鬧上鬧下鬧中 我問你,已經有那些人 我告訴你,都不會笑的 為什麼會不會笑的 因為他們已經做什麼都好 根本就亂了,腦子都瘋了 但我們小時候就不同了 什麼都沒有說這些 是總有一樣的笑 媽媽買一隻香蕉回來給我們吃 至於是開心半天 是的,我們以前真的很飄華 很容易滿足 Betty說她老公是看老爺車 其實大問題是 你知不知道老爺車是老爺車 我剛剛想說 其實Betty你知不知道老爺車是什麼車 她並不是一本汽車雜誌 你不要以為 我可能刺爆了 你不要以為她說舊車 其實不是 對,是鹹書 很明顯 其實現在… 有看過嗎? 有 龍虎豹、老爺車 還有… 藍皮書 藍皮書,我沒看過 不是吧,這個名字 藍皮書沒看過 一聽就知道是鹹書 花花公子也有看過 哇,這些高檔東西 是的 因為… 又說沒有錢 不是 有一本傳閱的 不知道有個同學一定會買 如果當時是80年代的時候 我已經當警察 當警察 我已經放了公 阿Sir,你帶著藍書 不是啊,你錯了 我喜歡蹲在報紙檔 在重慶大門口的報紙檔 有個肥仔認得我的 總之我一收工沒訂去 上班早了,我就下去蹲 他們有很多書 我就去拆膠袋封住的那些鹹書 人家明明封住了 你又去拆開人 那大家熟的 那不然看到那麼多西方的絕作 我們很少機會 那怎會看到怪異集 那時候有那麼多東西看 怪異集,很受歡迎 我就是時機,但我沒有時間看 那麼多東西好看 Penny說他最喜歡看小蜜蜂 小蜜蜂是什麼書 小蜜蜂是什麼書 應該是同話… 會不會是很低頻 不知道,我根據老爺車的經驗 我不敢想像他是一本兒童漫畫 很難估計 小蜜蜂沒有可能是課書 乖啊,老爺車也不是起車雜誌 老爺車你會聯想起推車那些嗎 老漢推車的,不是那些 說真的 但你小蜜蜂怎麼會想到 小蜜蜂是黃色的 小蜜蜂是黃色的 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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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 小蜜蜂 還有,還有 小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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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Penny快點解釋 這本是甚麼書 小蜜蜂 Penny很久了 又跟內容說甚麼 我和高Sir都不認識 應該不是一本的鹹書 是呀,沒做了 Penny說是學校代訂的兒童毒物 是呀,難怪是 我都說是兒童毒物 難怪我沒看過 有沒有個封面,可不可以上來看看 不是一本,不是一隻小蜜蜂 這麼搞笑 是呀 鷹蜜蜂 就說 藍皮書裡面有些是獵奇和古怪的東西 只是包裝而已 為甚麼古怪的東西 我想問 包裝當然有些東西 難道只是一本是鹹色 那時還有照片不是那麼多 採葉也不是那麼多 藍皮書 那本書的封面是藍色嗎 沒有,封面也是女人 絕對不一定是藍色 但總之就是鹹色的 裡面有很多故事 原來 最多是圖畫的那些 是 那時你有沒有看過最明星的那些 藍角那些 藍角那些 是,我的語樂雜誌那些 是 即是那些明星那些 我都沒有看的 沒有 那時看什麼 明州那些 最出名的 是 Stephanie就是兒童拜佈 兒童周漢 還有學校訂的紅蘋果 紅蘋果 白靈陽 什麼書 紅蘋果記得這件事 兒童學員就記得 白靈陽 你聽過 這個名字好像不太好 現在一定不會這樣說 你的靈陽 不會改 因為我們那時候比較窮 學校搞的那些 那些 訂書 去旅行 全部都沒有你的份 當然沒有我的份 因為沒有錢 所以長大了一定要去旅行 吃多些 吃多些 還要看舊本 沒錯 華哥說有黃皮書 是 真的有黃皮書 黃皮書有 又黃皮又藍皮 有好時代和新時代都有 大家的名稱 真是百花齊放 那些年代 好,大家繼續自己慢慢說 一些漫畫 我們現在要跳一跳 進入節目的內容 是,開始了 除了小時候有這個漫畫 作為精神食糧 當然 當然,如果你家裡有一點 不是太貧窮 有餘花的真是窮之外 你都應該看過戲的 去戲院看戲的 你沒有去過嗎? 沒有啊 看戲 很便宜 七毫子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沒得看戲 看戲很大陣仗 去到多少歲才會呢? 初戀 中五 中四 中四 我記得了 我第一次看戲是十八歲 十八歲是中四 你留了幾年 你留了幾年裝 問問你 因為我拿了新聞證 就去看戲 看了一部咸戲 哦? 這麼開心 問什麼? 是否是強姦 哦? 朱欣那一套? 熟聖男 朱欣那一套 你十八歲 你不是玩我 你不是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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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真的還是說笑 北角有一間戲院看的 真的 我可以跟你說 是毫無可能 你一定不是十八歲 或者一定不是那裡強姦 記錯了 不要說了 說回剛剛 東聰那間UV戲院 是 撿了一粒 是東匯城那間 是很可惜 鄭浩鼎曾經跟進過 他說他不會撿的 但誰知道 他當選之後撿了 沒辦法 現在看戲真的貴 說真的 沒什麼必要 但他十八元 好像說他不撿一粒之前 一天說十八元 就爆了 我賣到滿堂 那你這麼病 那就死了 但是 令我們 大家都想起 當年有一間 很經典的戲院 是 在1994年的時候 只有一粒 對 那間就是一間叫做 碧麗宮 你聽到名字也知道他厲害 碧麗宮 碧麗宮 不是碧麗珠 讓大家回憶一下 不是碧麗珠 是碧麗宮 碧麗宮是一間 在坐落銅鑼灣的一個戲院 差不多 如果你現在看到 在避風塘網過去就看到 現在的世貿中心 還有Eccelsior的酒店 如果你是八九十號 你真的不知道 原來世貿中心以前是 知道的 碧麗宮 真的有人不知道 因為他九幾年才慘 你有沒有知道 你有沒有去過 因為剛才花姐所說 連看電影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沒有錢 去碧麗宮 簡直是坐頭等 等於坐飛機的坐頭等 最貴的了 全香港應該是最貴的戲院 我不太知道為何這麼貴 因為小時候我應該都沒有去過 漂亮 聽聞就很豪華 施勇坐耳 現在周圍都是那些 很漂亮很正 但其實沒有去過 看樣子都很厲害 整個一座東西 現在就是 World Trade Center 那個位置來的 但當時的碧麗宮 除了豪華之外 就是貴 戲票特別貴過其他戲院 如果人家在外面 20元左右 他應該是40元 那我當時聽到 阿廣爺說了一個 故事 不是故事 他說曾經在 我現在說錯了 我記得你說 說他在戲院 這個碧麗宮 是 就看了一套叫鮮巴 你添記 記得 還是李舞台 不好意思 李舞台 隨便說李舞台 他說看看時候 他會有個真人走出來 真人是甚麼 真人是假扮鮮巴 可能是特別的 他說這是一個噱頭 但我就跟他說 其實都挺恐怖的 你看看 那不是現在很輕的 你看完戲 那些主角都走出來 借票一樣 不是 他是看看一套戲 那個公仔 突然變成真人 變成人 然後那些人說 你走開 我繼續想看一套戲 不要出來 我阻礙著 那我回到碧麗宮 碧麗宮 其實他不算很大 他有1060個座位 我們可以看看他裏面 他的報局 他裏面報局都好像很金碧輝煌 那些座位 我未去過 我都未去過 我都未去過 我去過但沒看過 我都不捨得看 即是沒有入 你意思是 我沒有入過去碧麗宮看 其他當然有 其他戲院當然有 你都不捨得看 大哥那裏是銅鑼環 其實你未必去的 因為他播放的東西 都是跟外面的戲院一樣 其實當時沒有 現在的IMAX電影院 特別有不同的技術 不同的投射技術 聲音等等 你會覺得他享受 另一個感受 你會給多些錢去看 但他其實沒有分別 他也是一間戲院 不過他是豪華一些 座椅可能更漂亮 那你帶一條新女的時候 就要去 帶一條新女 你要考慮清楚 你是不是有能力 帶一條新女去完之後 再在銅鑼灣消費一輪才走 如果不是帶一條新女去完 看銅鑼灣之後 你不可以帶一條新女 旺角繼續生存下去 繼續發言 好像家聰在我們群組裡提過 他說 為何要去迫利公 他覺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個有錢人 看一套戲 那種感受就是 我是一個有錢人 都說坐頭等 你盲點搭飛機 我先搭一次頭等 試一試 不如這樣 然後就帶上那個女朋友 去避風台 吃炒蜆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那個女朋友 一定會提出 好像高sir那樣的要求 不如我們走到避風堂 那就糟糕了 去到迫利公 就去不了避風堂 所以每個人都會考慮 不要帶到迫利公 糟糕了 糟糕了 附近名店又多 糟糕了 家聰可能比得起 他說那裡裝修華麗 座位大 前後都很闊大 不用故意縮腳 讓那些人去廁所 那樣老土 也會 但反而你說 迫利公戲院 相信去過的人 真的不多 因為真的比較貴 但另一間戲院 我真的去很多很多次 是 小個字 叫做麗公 即是森毛江那間 沒有森毛江那間 即是現在被拆卸 重建 成為月秀廣場 這個麗公戲院 有一個特色 最初我小時候 以為我小時候 我認識碧麗公 就認識麗公 我就覺得 麗公戲院 當然是抄碧麗公 即是貪人家的名字厲害 即是好像抄人家 尼巴伦又抄人 尼巴伦那些 當然是抄人 但原來不是 麗公戲院 1966年去那裡 1966年興建的 是早過碧麗公 反而是碧麗公 原來是碧麗公 原來的名字 即是碧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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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碧麗公 是碧麗公 碧麗公本身 原先是一個夜總會 後來生意不好 才是大股東 將它改為一個戲院 那個是夜總會 但是 說回麗公戲院 麗公戲院有什麼特色 就是麗公戲院的特色就是 便宜 靚正 便宜 靚正一般 便宜 因為它是做一些二輪西片 很多時候 那些所謂二輪西片 即是現在沒有 現在全部是首輪 即是說人家播完之後 全香港都下來了 到他上 可以這樣的 正 不是可以 但是便宜一點 最適合 即是如果我沒有錢 就等他下來了 沒錯 就等他放二輪 對 二輪之外 最好就是跟女朋友去 那不行 讓女朋友知道自己是窮鬼 不要緊 適合學生來的 而且最重要 看完戲之後 都在森茂江區埔 那裡不是那麼貴 很便宜 很便宜 說你銅鑼灣區埔 你真是糟糕 所以麗公戲院去很多很多次 而且那裡 它比麗公更大 你猜它有幾個座位 是嗎? 比麗公大 是呀 它是很大間的戲院 你猜它是三千多 三千多 即是多 多三倍 是的 它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它分很多很多的價錢 它雖然三千個位都非常大 我想屬於最大的戲院之一 但是它每三五六行 就分一個區 由前座 中座 後座 特等 超等 高等 至少有六七種 七八種 總之每幾行 就會加三兩元 是的 勵公戲院戲票 你看到戲票 不是 我在上網找的 我以為你 你有沒有看過? 我看很多 我喜歡附近 有沒有好像 好像新舞台那些 新舞戲 新舞台 旁邊有些扶手位 即扶手 在戲院那裡 這樣一排排 旁邊還有些扶手 在這裡坐 這樣看過 有沒有 沒有 扶手也坐 沒有 我在新舞台看過 他們就是 戲院正常一排排 這樣看著螢光幕 但旁邊有個扶手 這裡是兩個位 兩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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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 真的沒見過 那些票便宜還是貴 我就不知道 便宜還是貴 因為那時候還沒拍拖 如果我拍拖 我一定會買那些位 那些位 只有兩個人 沒有前面 可以抽水 可以抽水 可以 不 即是坐在旁邊 那兩個位 不是 都是扶手位的意思 就是 這裡就是舞台 左邊 多一行 這一行 但那些 不是向前看的 是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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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可以 不會 危險 沒有臉 沒有臉 有臉 開放的 禮宮經典到現在的新浦江 那些人都說 禮宮有落 其實那是新人 即是比較年輕 即是年輕人 你完全不知道哪是禮宮 完全不知道 你應該 但你沒想到 其實當時是全港最大的戲院之一 是很大選 那蕭令都說 經常去禮宮 他就說 有沒有遇到你 這些 還有我看《回到未來》 那些 那些 是啊 都在碧麗宮 很多人在那裡看過 碧麗宮還是麗宮 碧麗宮 他就說禮宮戲院 也有看過時光大 OK 那又有新舞台看過 新舞台真的沒有 新舞台 在什麼街 東京街 東京街 青山島 東京街 現在叫宇宙商場 那裡是戲院 咦? 我們以前住在對面 我就是住在對面 你住在古墓嗎? 我住過 不是 你住在古墓 你不要騙我 因為我住在那裡 可能我三幾千年前 可能我三幾千年前 真的住在那裡 但不是 真的 我知道哪裏宇宙商場 那裡就是那個戲院 就是那個戲院 那間就是新舞台戲院 原來是這樣 華哥就說以前 超等很棒 就是那個 他應該說碧麗公 他說銀幕 兩層樓高 有兩層樓高 也有 有 以前的銀幕 沒有現在的戲院那麼小 現在不是你 叫麻煩你戲院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聽眾 他說一些有多恐怖 是 他說在這個利舞台 他後面有一層 是特等的 是 很厚很厚的 他說有種很陰心恐怖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其實紅戲院 都是陰心的 因為剛剛那層 在後面呢 就是說 那些燈光 很昏暗的位置 會嗎? 他這樣看上去的時候 就看上去 那個銀幕 他會不會 因為在上面 打燈 射下去 那個頭射在上面 但是那個位置 是特別便宜的 雖然他特等 反而特別便宜 是啊 他特等但是便宜的 竟然? 搞笑的 Penny就說西灣河以前有間戲院 90%播行片 我知道 我也看過 不是 我經過 看不看過 我又不會笑你 是不是金城戲院 我怎麼知道 我都不是在那邊 我不是在那邊 現在叫什麼 麥當勞那裡 西灣河那裡 西灣河那裡 四個字 泰灣牛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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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叫金城戲院 金城戲院很出名 是不是猛鬼 不是 猛鬼 在這個灣仔 不是 好像有個金字 我忘記了 因為那時候 我在附近讀書 就知道那間戲院 是專門播鹹片的 那你又放進去看鹹片嗎 不是 我經常見到那些男人 穿著校服這樣長過 又過分了少少 我經常見到那些男人出場 其實那時候 鹹片是給那些姑娘 那些人去看 那些人去看 那些色男人去看 豪華戲院 豪華 很多地方都是 所以進去坐椅子 黏黏黏的 是啊 其實黏黏黏 你也知道為什麼會黏黏 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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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去過 因為我不是掌 很經典 其實為什麼會黏黏黏 其實不是那些 他們喝汽水 很多人喝汽水 剝花生 那些汽水 就弄了一手黏黏 然後就黏下去 因為堵塞了汽水 那些鹹濕阿伯 哪有這麼多黏黏黏的東西出來 真的 真的 鹹濕阿伯 啤峰說 灣仔是東城 東城 剛剛我們 怎麼知道 我們是想說萬鬼 是東城 我記得 雖然我沒有去過 就等高Sir 說兩個鬼故事給大家聽 東城有什麼好事 東城戲院 前身是萬國殯儀館 是嗎 是啊 那裡是殯儀館 是 那裡是殯儀館 在灣仔鬧市有殯儀館 那時候 為什麼會建在那裡的殯儀館 其實這種東西 為什麼會建 好像那裡的殯儀館 為什麼會建在深培堡那裡 因為那時候 根本上沒有規劃 我們香港沒有規劃 居民是反對的 應該是吧 那時候居民沒有發聲 沒有規劃 應該是早期的時候 沒有規劃 現在又說食環處 又說衛生 又說環保 就把所有殯儀館 九龍都搬去紅磡那裡 九龍不用環保 這麼有趣 不是 那你去到紅磡那裡 那你去到紅磡那裡 紅磡就不需要說什麼 紅磡就不需要說什麼 不是 那你去到紅磡那裡 棺材圃 現在它發牌也是發在那裡 發了一大堆的 那些殯儀館 紙宅那些都在那裡 就在那裡落地生根 以前是沒有的 好了 那那間戲院 為什麼會有什麼 就是由這個殯儀館 就改建作戲院 是啊 難怪這麼猛鬼 大家明白 那時候 我們聽到小時候 我們都不敢去的 就是什麼 聽到那些女孩子 進去旅廁 照鏡 去旅廁 進去 不是說散場 拍了一半之後 但是尿急 喝得多水 進去裡面 去小解 進去裡面 一推開門 然後對著一堆鏡 然後進去那裡 咦 有聲音的 但是你急起來 沒有辦法 就進去 出來的時候 照鏡看到鏡後面多個人在那裡 披頭散發的 男人來的 女孩子來的 就是 那我一看到之後 真真真真真 好像上身 但是你暈在那裡也會死的 唯有看不到 事暈都 打算洗手都不要浪費 立刻飆出來 那麼飆出來 看到有人過來 然後她說 你不要進去 裡面有 有有有有 在那裡說給那個女孩子 那女孩子 是不是就是這樣 撥起頭給她看 撥起頭給她看 然後 就掉下去了 這個是傳聞 還有那個 傳染滿座的鬼故 是來自東城的院 是嗎? 怎樣的? 可不可以過來聽聽 不是你準備的 傳染滿座那裡 他們是過的祖場 他們買了祖場票 一男一女 就進去裡面 那進去裡面 那我帶位 可以了 你進去裡面 隨便自己選 沒什麼人 一進去 嘩 全部坐滿了 滿了人 他說我坐在那裡 就出去找回那個照電筒 喂 哥哥仔你不要壞我 爆了 全部滿了 都叫我坐在那裡 那個什麼 你神經病的 我們賣了十張票都不夠 怎樣全都滿座 然後跟他進去 一看下去 一照電筒 真的全部刺 跟著那些男一女 告訴你 結果怎樣 你說你看不看 你 積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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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兩個都看得到 全都滿座 好了 那這些傳聞 很恐怖 這些傳聞就很多 那我問你了 什麼事 如果我聽到 你聽到 只有兩種人 一種人就靈探 是 幾大都去了 沒有人靈探 沒有人靈探 是 那些人害怕的 現在那些人這麼大膽 特意去找 但我聽到 我就不會去的 因爲為什麼要撞夜 撞邪 我想問 當時是否普遍的 香港人都知道 東城戲院的前身 是萬國殯儀館 我告訴你 應該很多人知道 有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住在附近的人 就會知道 但好像我們住在九龍 我們出去 我們就不會去知道 它是什麼 總之走過 然後就去 不過我想 他那時候拆了 萬國殯儀館 即是要重建 即是賣給人 其實他都不知道 蓋什麼好 蓋住宅 死定都可以 誰買 唯有蓋一些娛樂事業 蓋一下戲院 算數 大家開心 不覺不覺 但也糟糕 但我告訴你 現在 現在是什麼 我現在不知道是什麼 現在有照片 但我告訴你 現在的樓價 你蓋什麼都好 都有人去 空宅 現在政府的空宅 四肢 四肢 都要排成兩三年 才能上位 你說現在慘不慘 萬多元一尺位 最便宜的 不可以建大廈,建住宅真的很害怕 商場樓上是住宅還是什麼? 商廈,辦公室 起碼你回一會,不用擔心 Penny說甘平戲院也很猛鬼 鬼不知道什麼,也有很多色鬼 好像沒有哪間戲院也沒有猛鬼 現在我們看到一張圖片就是以前的東城戲院 跟現在的東城戲院的位置 就是這裡 這裡是什麼街,我不記得 這裡叫什麼街 有沒有人知道叫什麼街,我不記得 湾仔 John勒說南昌戲院也是播鹹片的 南昌戲院看見 我住的時候住在白田 白田那裡 未上到車路 未上到中間那裡 那時候還有很多戲院 現在都少了很多,每一間都少了很多 但其實我又不明白,現在的戲院雖然小了很多 但平時都是只有三個多人 我不知道怎樣捱 你看到它爆的機會極少 我告訴你,播鹹片 以前就因為遇到那些人,沒有上網 當然 現在上網誰去戲院看鹹片 現在已經是沒有戲院播鹹片的 但我想說普通那些戲院 現在很小 可能一百二百個座位 只有幾個人 平時行日的 我想真的沒有什麼人 你看到戲院也沒有人走 你還是只有幾個人看 但它又長年運作 都不知道究竟怎樣捱 我不知道,不過一件事 我覺得如果戲院裡面 我寧願收便宜一點 大眾化一點 多些人看就好一點 你收到幾十元就要一百元看票 因為它發現收到三十元也是沒有人看 即是等於冬頭說 你收到三十元也是這麼多人看 收到三百元也是這麼多人看 那我就收到三百了 就是這樣 不如收三次可以 可能他們也算不定 因為根本沒有什麼人看 你現在發現那些戲票 是套套戲海鮮價 即是好些 它預算受飛型的那些戲 就貴二十元 即是它預算沒有人看的 就便宜一點 我唯一一定會入戲院看的 就是那些3D電影 是 你喜歡看3D電影嗎 是 或者那些災難片 你喜歡看災難片 那些震撼的感覺 你一定要在戲院才感覺到 你是一個韓國人 韓國人很喜歡看災難片 真的 Ember Wong說有人見過 進戲院的洗手間 應該是東城的 是拿個頭下來 梳頭 拿個頭下來 整個頭拿下來 那個應該是化妝師 他拿頭去梳那些 不是 不要自己嚇自己 Ember Wong是最好的 是 看著我們做節目 還有 按不進就在Facebook 大聲 誰教我 我進不了 我進不了 謝謝你 讓我拿個頭下來梳頭 好 待會見 你看 因為今天講到一件很特別的武器 叫蝴蝶刀 在香港曾經有人使用來殺人 我們今天一定要講這些答案 特殊部隊的手法是相反的 我們不拖後向前 轉向頭過來 讓我看到的corrhotic artery 就一刀插到兩邊 要兩條都穿 現在就向前拖 好害怕 斷了 即是插進去之後 推到這邊 不是拉後 睡著睡著 就耳鳴 我知道又來了 那就馬上眼看 嘩 我見到一隻牛的頭 拿著叉 書本體的牛頭馬面 造型一樣 這邊是馬的頭 動一枝叉的站在這邊 最恐怖的是什麼呢 有個穿清朝服裝 即是開心鬼 他在中間拿著一本書 拿著一本書看著我 記住 我是喊不到 我是抹大口 我是喊不到 當時有個職業女性 性工作者 遮了大腰孔 無力償還 追她掃 追極都不還 有一天晚上 將她一夾 用車子 車子就醒了 將她剪乾過頭 剪掉頭髮 讓她不走 不是脫掉衣服嗎 也有 於是又是救人 路上 你不會走前 但會駁一聲 左閃進去洞 鑽進去洞 鑽進去洞 鑽進去某幾條樓梯 www.radio99.tv 一網打盡 十點半時段 暗黑組合 無夜無知 二百六十五元三個月 花家姐 肥鬚 鬼股王 危險 晚晚陪著你 HELLO 你好 你好 最近很多朋友 開始加入我們 99當年期盟的群組 也呼籲一下 未加入的朋友 就盡快加入 我們可以平日 在你上班 坐車 睡覺之前 可以一起重溫舊事 人喜歡上當年 當然 公園阿伯那些 經常認自己 認屎認屎 一邊下棋 以後 以前當年 想當年 一個打下十個 不要多進去說 進去群組說 不過一個人上當年很悶 很無忍 一齊吹水 整班人一起上當年 這個節目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集體的回憶 或者以前的奇聞 例如這宗 好了 好像這宗 在2007年的時候 不是很久 就有一宗案件 有個男人 40歲 又有募警案底 他喜歡戀物癖 對警察的制服 情有獨鍾 他是男性同性戀 他一看到警察制服 他一個人很悶 他曾經在拜訓 進去警察宿舍 偷了警員一雙鞋 偷了警員那雙鞋 兩人之後 穿著警員那雙鞋 偷了那雙鞋 進去偷鞋的警察宿舍 剛巧 被警員的警員碰到 對象像我一樣 為何會抓到他 接著就盤一下 問他 你是誰 你為何在這裡 對象像我 他說 我是監獄的夥記 務警 接著就 進去 搭檔 人家問他 有沒有證件 他拿不出 接著被人識穿 識穿便告 他也挺沙膽 告就在地方法院那裡 我不知道這件事 為何會去了區域法院 應該去哪裏 應該是鞋子 這些三年留下的案子 偷東西 我們叫做偷雞摸狗 這些東西 偷報紙那些 去地院 浪費了地院觀 你説嚴重了嗎 嚴重了應該是鞋子的案子 我不知道為何 報紙當時說 賣去了這個區域法院 就是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 他們三年至七年 三年起點 好了 入獄十六個月 好了 有心理專家就說 這個男人 他有性對象的障礙 性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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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礙 即是找不到性 即是追不到兒子 追不到兒子 其實都是文化的 他是男子 他說他心理 什麼什麼 都是大堆的東西 我想問 其實 偷警察的制服 或者偷他那些工具 其實不只是 那些變態人偷 警察自己也會偷 不是吧 為甚麼 你這樣包你 我想聽 很想聽 警察就是自己偷自己 龍女雞 龍女雞 為甚麼呢 有時候我們警察 吃飯去飯堂 警察有飯堂 一進去裡面 吃飯 只有一個小時 把帽子掛在門口 一個掛帽子 那些皮帶有些 穿在那裏 就會掛在那裏 送去用東西吃 如果你的帽子掛在那裏 就掉了 或者不見了 那怎麼辦 一看 糟糕了 不見了帽子 接著旁邊的帽子 還在那裏 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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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 不斷進去 去看誰最最後 那你不見了帽子 隔壁 隔壁 Back 到他吃飯 第三天又生好 快點美國 所以大家也不會盡快吃完 最好 今天不能見到的嗎 只能插上去 是很簡單 奇怪 你不說我不知道 隔壁 隔壁 要插眼鏡 插上去 那也很容易掉下 很容易脫掉 但是最後當然有一個武器 那些人沒有了 那怎麼辦呢?最後那個 我們通常自己 除了政府派兩個武器給我們之外 我們自己也會買多一兩個 去哪裡買呢? 就在網警館對面的西雄賽街 那裡有一間店 就是專門賣警察部裡面的工具 合法的? 合法的 有星仔、有三華、有茶、有薄也有 但是你去買買不到 他一定會出示你那個委任證 那你去買你的 當你是沙展 你買了沙展的東西 就出示了警員證 那你買了沙展的東西 他會賣給你 那萬一我就是由沙展 我升了當幫版 我可不可以賣我沙展的給他呢? 就古董的了,不能賣的 其實你當你是 即是由沙展升了當幫版 你是不是很珍惜那個沙展的 你告訴他,你一定找鏡架照著他 因為我又入了你做沙展 我才會這樣 你還會不會賣給別人呢? 你不會賣給別人 也對… 不過你提到怪癖和警察 我聯想起 在好幾年前有一個警察 他是逆服癖的 他上班時當然是男子漢打扮 他是假裝女警 不是,他一放工就假裝女人 你有聽過嗎 我忘了這宗案件 不過有很多類似的案件 其實我告訴你 警察也是人 是 我們做消防也是人 是 掃街也是人 他們有做… 我們做的那份工作 其實是為了養妻活兒 不是每個人都說 我要為了服務社會 不是說笑嗎 不過老實說 大膽地說 如果你在警察這些紀律部隊做 如果你是同性戀者 其實你都挺慘的 你要收得多賣 是 其實以我所知 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其實是男性戀者 但是他做了警察之後 他都不可以告訴別人 你明白了 那些地方 會被責任 會被責任 大哥,我們洗澡去玩 一起脫衣服 進去裡面 因為有時候 我們要出動 或者要做什麼時候 是要快 在三分鐘裡面做完的事情 那你說洗澡是什麼 被人摸身上 打個個都是赤卵卵 去做的 是啊 那你的古董泳池也是這樣 其實就是… 不是,你起碼有條山 你要各三個報告 但是真的會有些歧視 如果在警隊裡面 老實說,就算到現在 今時今日對於… 老實說 如果大家知道 我的同事是有同性戀的 我們去洗澡間 或者去哪裡 我們也遮遮掩掩掩 大哥,不要去看虧 就像小時候的同學 現在應該可以放一些 比起以前 但是紀律部隊可能未必 一般社會可能比較好 好,那說起這個鞋子 是 在98年的時候 有一宗奇案 不是奇案 sorry 奇聞 都是跟鞋子有關 這宗真是奇怪 因為在98年1月的時候 就有一宗新聞日報道 就說 有個媽媽就入品 向這個房屋處 有個承建商就索上 是 理由就說 他們本身就住在這個 南田的德田村的一間公屋 是 對面就有一些公園仔 那麼在這個報道之前的 兩年至1996年的時候 她當時的女兒就兩歲 有一天就去這個球場 可能經過 就被突然間跌下來的鐵閘 就撞傷了下巴 陰功了 然後撞傷下巴之後 就經過了很多手術 又要整個 即是鐵閘跌下來 就撞傷下巴 撞到,可能剛好撞到 即是剛好撞到 即是剛好經過 剛好就撞到 撞到之後就流血了 她媽媽已經很害怕了 另外就 接著又要撞到骨折 下巴骨折的陰功 那麼就 又要做手術 很多成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她發覺 她經過了這隻受傷之後 她有很多很怪異的行為 是 就不知為什麼 是否因為那個傷口 令到她有不舒服 還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她有很多怪異的行為 例如就是 為什麼跟對鞋有關呢 就是她曾經試過在學校 搶同學對鞋來咬 有時候吃飯的時候 又會咬自己哥哥的手臂 那有時候 即是她是下巴脫了膠 她不是脫了膠 是骨折 你看她的樣子 她的樣子也很大 那她弄回 但還未能弄回 不如嘴裡也有些傷疤 還未完成的程序 因為她太小的時候 有些手術還未可以做 要大一點才可以做 但是這個也是身體上的問題 問題就是她慢慢不知道 為什麼她經過這次的意外 之後就發生了很多事情 例如剛才說的那些很怪癖 突然間會喜歡咬東西 喜歡咬 為什麼咬鞋呢 很奇怪 捉過同學的 脫了鞋來咬她的鞋 又或者她試過 將一些刺子 不斷地塞入自己的耳朵 塞到家人都不知道 被家人發現之後 要去到那個醫院 是把刺子拿出來 其實我自己覺得 雖然我不知道她 根本這件事 是一個心理上的問題 還是她什麼 我自己覺得是 可能她的傷口 令到她很痛 她有很不舒服的感覺 她這麼小 她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所以她喜歡咬 咬的時候 例如那個鱷骨會動 令到她覺得舒服一點 又或者她的耳鼻喉 其實是痛的 可能她的耳朵塞進去 她就令到那些鱷骨 她覺得沒有那麼痛 或者可以舒服一點 所以令到她會做到 很多怪異的行為 無論如何都好 這件事她媽媽就向當時的房屋署 那宗工程的承建商要求索償 不過很多這些 童年的時候 當然你大過後都會 有些突如其來的 一些嚴重意外 就影響了你一生 因為你童年 就跟著漫漫長路 你都不知道怎樣走 我記得以前 一宗很經典的意外 就是在運動場上發生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有個男生一天在學校搞運動會 突然間 她不知為何走到草地 就給了一支錶槍 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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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後來都很幸運 補回一條命 補回一條命 但那個後遺症應該很多 很厲害 好像這些意外 真的很多 如果你跟著 都不知道怎樣搞 這麼長的人生 至少身體上都要做很多手術 年期很長 都是一個很痛苦的事 是 你們又記不記得有些甚麼 其實我告訴你 有時這些意外 令到人的心理 可以影響一生 好像有些小朋友 不要說他們這些意外 小時候被媽媽打 是 一不給就罰你脫衣 不給飯吃 你看她大過後 她那個人 都是搞人 還有暴力傾向的 是居多的 男又是女又是 這個真的 我們經常說的那些 連環殺人犯 多數小時候被人虐待 是啊 所以你小時候沒有被人虐待 當然有,被媽媽撕破了耳朵 所以我經常不怕她 媽媽不怕她 媽媽最多不給飯吃 不是,耳朵剃開了 我都說了 裂開了 耳朵剃開了 他現在身心受創 耳朵剃開嗎 很多東西 所以我經常怕她 突然發你狂傷人 殺我 不是,但我看到她媽媽很善良 哈哈哈哈 表面 表面 她年紀大了也有善良 年輕的時候都會 年輕是火 小小打 一看你整個鬥子女 有時候她不教的時候 會煩 你知道她不方聽話 其實我告訴你 為何以前那些人 這麼多打子女 現在就一個子女 以前就很多子女 三、五、七個 還有沒有錢 貧賤夫妻百事愛 所以以前的吵架是厲害的 是 現在你看看有什麼 不對就是離婚 是 大家都有獨立 其實現在是用什麼打子女 以前是用三架 和藤條 藤條 我給藤條打得多 現在其實我不知道 那些媽媽做什麼 現在應該是用幻想來打子女 你自己幻想來打算了 因為我有一天去一個雜貨店 我還看到她有一桶的藤條 在賣 你問她是賣給誰 你想做什麼 不是 現在是用來嚇貓狗 不可以打小孩 是嗎 因為小孩第一 他回去學校 跟老師說 你又死 在幼稚園 兩、三條行程 老師第一時間就會打狗狗 找射工 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怕不怕什麼票 如果我報案之後 他要被媽媽打 不關我的事 如果不是 他媽媽就說 我回學校的時候沒有藤條 為什麼 如果有 就是你 鬥快報警 你不報警 才是你做的 原來是這樣 那時候的藤條行程 可以一、三、幾天都沒有 我們的時候 紅色兩條紅色 中間白色 一辣的 四、五條 真的很恐怖 藤條真的很恐怖 是嗎 你寧願撕耳朵還是藤條 藤條真的很恐怖 藤條真的很恐怖 你那些是單媽還是雙媽 那些是雙媽 那些是雙媽 兩條綁在一條 兩條 兩條 一打下去就兩條紅色 中間是白色 你這麼橫皮 陰毒 我排中間 總之 上面 哥哥有事 我小時候看的 也是我有份 小的有事 也是我有份 因為我中間 為什麼你不看著哥哥 為什麼你不看著弟弟 又是關你的事 很合理 上午一到中三 讀到中三 我就不讀書 走都走不走 大家不要看到我現在很奇怪 我小時候也很頑皮 所以我沒有怪過伯母 其實我知道 我以前經常偷錢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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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過冤枉我弟弟 是嗎 那你小時候知道嗎 他知道 知道 可能他也有偷偷 我偷完就說 就死都不贏 然後還屈是他 看著媽媽和藤條打他 是 然後一直打的時候 一直都 笑 笑出來 不是笑 是有掙扎過 不如我認了他 現在我認了 你都被人打 不如算吧 你抽你算吧 不是 因為我以後 你結婚 你生了兒子之後 我認識你兒子 很可憐 聽眾的同年陰影 是嗎 是嗎 什麼家產 我媽摘三條藤條打下來 你三條 唉 唉 我爸爸打我 是用四分 即半寸 那條棍 半寸 是打到斷為止 不是吧 是呀 在街磚撈云 四條街磚 我告訴你 全身傷了 起不了身的 謝謝你 這麼抽得 太過了之後抽得 難怪是做警察 難怪我告訴你 我還沒讀到中二 中三未完 我已經是跟爸爸說 我不讀書了 那我去做事了 那我去白沙灣 做學師仔 那時候是六九年 六九年 一百元一個月 我開心得不得了 一百元一個月 不用在家 不用再被人打 他自己做土皇帝 有錢生活 現在大家鬥大 卡文就說七條 七條站在一起 七條 不是吧 鬥大好像很威風 他都手軟 七條 我們真的被人打 為什麼 我八兄弟 我排第四 總之大哥那堆 我排第四 四以上的 有我份 四以下的 有我份 讚賞就沒有我 穿衣服 一定是沒有穿 新衣服穿的 過了去了 都要講的 大哥穿 穿到之後 傳到我第四 我用完之後 我第五 小高就最好了 買新的 穿到我破爛了 多數都是這樣的 他就買新 那你不幸運了 難怪我現在你兩個 還這麼朋友 沒辦法 他們沒有衝突 因為他穿上手那個 小高是穿新的 其實他沒有衝突 他是妒忌 他們兩個朋友 沒有妒忌 因為習慣了 習慣成事 Simon厲害 他說爸爸試試打 到我被PTU圍 他這麼誇張 不是這麼厲害 被PTU圍 你不要再打 不是這麼厲害吧 這麼害怕 這麼害怕 他在街上打 華哥說藤條出孝兒 跑一下出孝兒 那華哥 你有沒有被你媽媽打 好像 阿斯安就慘了 是 斯安 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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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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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朋友,你是不是見到那個肥嘟嘟的 是不是衝動要去撕他的臉豬 肥仔,肥仔 好了,回覆了John再次,他不斷地,有很多陰影 他說,小時候回學校穿短褲,每天都是一堆戰蜜 戰蜜即是那些被藤條打 其實真的很尷尬 你穿短褲,你整腳藤條恨,你怎麼回學 但不只有你一個有的,你放心吧 一定有其他同學 我們那時候也有,回學鬥多 你兩條,我四條 一定有的,大家一定有 因為那時候老師也打的 老師打 我們校長找一把這麼厚的鑑斜打手掌 對,那時候會用鑑斜去打手掌 其實也挺痛的 也挺痛的 而且最重要是心理恐怖 你慢慢走進校長室,對著一個很死兇的校長 你已經害怕了,年輕人 還要慢慢伸出來讓他打,那整個過程很害怕 其實打那一下就不是很厲害 各位家長,以前如果受過皮肉之苦 現在就不要冤冤相佈,何時了 就用其他方法去本教之類 你幻想一下打了兒子算吧,幻想了就算吧 我本來想由鞋扔下去說衣服 現在扔不到,為甚麼 因為接下來我們想和大家一起集體回憶 一條關於衣著的廣告片 看看一看 喂,你很冷嗎? 對了,我說不知為何穿這麼多衣服 你穿這麼冷 穿一件利公文秋善牌羊毛衣,很暖的 利公文秋善牌羊毛內衣,英國純毛製造 穿了全身暖了,男女裝長短袖到處都有得買的 好呀 我很想問高sir有一個問題 好呀 你有沒有穿規老褲 規老褲 現在 我告訴你,如果你這樣說 其實有一個笑話 我一向都不穿 不穿什麼? 不穿規老褲 但是2007年 我就買了一千多元的規老褲 為什麼? 2007年 因為我兒子去加拿大陸書 去Edmonton那個地方 就告訴我,是零下三十度 我們那時候 我要送兒子去那邊讀書 就陪他大約玩五個月 我就打算買好秋善牌羊毛衣 羊毛褲 羊毛褲 穿著整套武裝就去 誰知道去到很晚 為什麼? 暖氣 我告訴你,四處都是暖氣 很焗的 那些羊毛褲 秋善牌羊毛褲 我沒有脫除 刺肉刺到 刺到左下右下 即是到處跳舞 那你死不死 原來我們屋裡 原來他們有暖氣 就在18度 就夠暖 一出門口 外面是雪 一定要橙雪 穿著橙雪 那十多分鐘 就最好了 一下車就有暖氣 然後去到商場 就商場暖氣 所以你在那些地方 只可以穿一些外套 因為你可以脫 不然你不能脫 你就會熱得… 糟糕 一千元的東西 就沒有了 那不就留在香港用 又沒有,其實不是穿在底部 中間的 穿在哪裡 你不應該碰到自己的皮膚 穿在表面 不是 穿在中間 你先穿文化衣 白色的那些 其實可以穿在底部 因為穿在底部是最暖的 但很刺肉 現在說的是冬天 很冷的時候 穿在底部是最暖的 但也會刺肉 當然不可以 對,不然別人 不是,他現在不可以 你還沒出汗之前就不可以 一出汗就馬上育 但問題 人家在想你穿很冷的地方穿 誰知道你去到暖氣 當然會死 大家一起分享 有沒有穿過利公文的經驗 我只聽到一個聽眾 馬上說 蕭玲說利公文是貴到PK 現在也有 在深淵堡、南昌街 還有利公文 也有 Floris厲害 剛才廣告中的阿伯 即是灑太極那個 是 他是港台播音員陳炳球 是嗎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是 阿John說羊肉 羊毛 羊肉 真的嚇到你 羊毛褲是刺肉到PK 是的 我便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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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穿了一天 也脫不及了 加拿大人會不會很喜歡你 很可愛 他真的不斷跳舞 這樣跳舞 很可愛 是 貴也值得 貴也值得 下一次去的時候再穿 以後都不要搞我 直接去北極 沒有換氣 你不用擔心 以後我去什麼呢 衣服 一件大套 一件長袖 一件底衣就可以了 是 因為為什麼你冷的 你可以再加衣服 是 是 但是你進了裡面 你脫不住 是 是 來自加拿大的Simon 就說 冬天裡面都是穿T恤 穿太多流汗 反而會 會什麼 反而出多邊 會結冰 會結冰 什麼結冰 如果你流很多汗 你一汗 一出街就會結冰 是的 你在室內穿那麼多衣 出汗 一出去就會結冰 這樣就很冷 不過剛才那個廣告真的挺深入民心的 到現在還是很記得這個 還有沒有播放的呢 還有沒有播放的呢 現在好像很少 曾剛那個還在 曾剛那個其實差不多年代而已 黑白那個 那個就是 白髮變黑白 是的 尤德 很久了 白髮變黑白那個 跟他差不多年代而已 但是曾剛還在播放的 還在播放 真是經典的這個 這個規魯庫 不過這個名字真的令到 這個規魯庫 令到別人不敢買 別人不敢穿 他買的時候不好意思 我需要 穿衣服就沒問題 那條褲呢 如果你真的穿 真的很暖 是的 但暖到筋肉 其實只要沒有暖氣 其實是可以的 是的 例如你香港有時候冬天的時候 周邊沒有什麼暖氣 但香港有時候只有四、五度 五、六度 是很有用的 是嗎 真的嗎 即是你現在都有穿的 我出發會有試過穿 因為他在室外 很狠冷 其實是一樣的 如果你想穿牛仔褲是頂不了的 去外國呢 我很喜歡跟人鏟雪的 鏟雪很過癮的 因為那種動法很震 震得來 如果你鏟雪就會出汗 是 鏟雪後就會很爽的 很爽 是的 有空試試看 但不要長期 十多分鐘就好了 你有空帶我去鏟雪 我一定跟你在加拿大鏟雪 好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也是 繼續加入我們 99多年奇聞的群組 在Facebook裏面 自己搜尋一下就找到了 99多年奇聞 很容易找的 怎麼會找不到 其實現在在看的 Radio99.tv 亦都歡迎大家 Add我們的Page Add我們的YouTube頻道 Radio99網絡電視 OK 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留言 可以留言 不如讀一下Ember Wong 他很好 留了這麼長的熱 去讀一下 他說他教兒子會很狼 原本是靠客 用打火機銷售 不是吧 怎麼可以這樣 誰知道兒子不相信 他是用打火機銷售 挑戰他 如果不銷售 他以後也不用教好他 真的 但是現在他的兒子很乖 他兒子又很孝順 經常給他錢 但這個故事很恐怖 他說原本是靠他 用打火機來銷售 誰知道兒子說不相信 你夠薑就銷售我 挑戰我 大了大他之後 他媽媽真的用火機銷售 那隻手銷售到又凸 讓他永遠記得媽媽說 出了得到 這樣就恐怖了 最好不要 但現在沒有了 他的兒子都大了 放心 他現在說這件事 兒子都只剩二十多歲 我說不要 我跟兒子說 你不要照做 不要照做 所以 不要緊 你離遲了 不要緊 快點去我們 radio99.tv的網站 看重溫 好嗎 下個禮拜一又有看 下個禮拜一再來 好嗎 拜拜 拜拜